许淳美求爱江伯乐失败 资料照记者诚意宽舍 记者曾德荣台北报导 许淳美上月召开记者会 原本预告宣布付出 当场走中辩Life弘扬佛法大会 他并自曝讨厌性生活 只让历任就爱惊动一次 名嘴许盛梅则在节目中爆料 许淳美曾指明要命理老师江伯乐 陪他一夜甚至开价2000万元 许淳美昨接受电子媒体专访 要求许盛梅拿出证据 否则就召开记者会 在全国2300万同胞 和我的700万粉丝面前公开道歉 更扬言对许盛梅提告 稍早前江伯乐回应媒体 证实在15年前的某个夜里 许淳美经纪人沈玉琳打来 说许淳美希望江伯乐当他的男友 价码从2000万元开价到2亿元 江伯乐都逼死不从 后来江伯乐变成许淳美的爱情军师 还帮他画桃花符招桃花 字幕志愿者 理论的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